我替你治好的那个张献饼 那么 他就必须给我留下来做药人 递我试药 什么 做药人 那还不是跟东虫下草一样 天天泡在药缸里面 弄不好 还会有生命危险呢 臭丫头 我 我把他从鬼门关里捞出来 他那命是不是我的 那如果连这点条件 都不能满足我的话 那 走走走 去找颜文言做伴吧 走 我愿意 小张 治不行 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还要去试药 实在太危险 丁大哥 曾经 我跟白草前辈 有过一面之缘 她的药 连神仙姐姐的脸都能治好 我特别崇拜她 我张献饼 从小体弱多病 打架又打不过别人 老是被别人欺负 不过 我能跟着白草前辈 也许能改变我的命运 狄大哥 我长献饼 从小福大命大 不会有事的 冬生鸭草 把那个废人给我抬进去 泡在药缸里 先泡上个三叠栽叶 给他养缘不切 是 师父 青云丫头 你现在是不是该把那个草药王给我了 哦 那个我刚刚放在桌子上面了 你回去就可以看到了 我去看我的草药王了 丁大哥 走吧 快点走吧 喂 我们干嘛要跑啊 那个草药王又是什么 噓 我只不过随便摘了些野花野草 照着医书上 年龄一株千年草药王了 骗他 他心急想要草药 所以就答应了 哇 这样的事你都敢做啊 那个百草师叔 不会反悔不救小张吧 不会的 百草师叔这个人呢 虽然脾气古怪 但是呢 他心底很善良的 说话一言九鼎 绝不会食言 小张交给他 肯定没错的 你放一万个星吧 谢谢你啊 你这个木头啊 额头还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啊 不用了 没事 谢谢你 周星云 你个骗子 别啊 他追来了 走 走